主要是在那个自动流水号部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这个每一笔资料前面都一定有编号 那这个编号呢 我要如何如何可以自动帮我产生 那产生的方式呢 当然我们可以有函数啦 或者是用那个按钮自动帮我产生 这边是自动产生 这个是用VBA写出来的 那另外可以写个清除 我想清除就是直接把里面的资料填写给他一个空置 不过会留下一个这个 就是说留下这个这个我们的底色 但也可以把它清掉 那怎么做我等一下再来说 OK那自动编号 那自动编号除了用VBA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函数的方式 那这部分的话各位可以回头参考一下 我们的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比如说我们当然 早期如果不知道用VBA来做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函数的方式来做 那函数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编号需要4码的话 那我可以用第1个用RAW来 做我的定位 就是说呢我编号是多少 我可以不要输入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用RAW 因为RAW的话基本上有列号 那只要把列号减掉呢 减掉1之后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的编号 因为我们从第2列开始编号 那格式需要4码的话 可以这样配合个test 去给他做格式化 另外如果当这个旁边的资料里面没有空的话 那我就不显示编号 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if isblank 就是这两个函数 再判断旁边的资料是否为空 如果为空的话就不显示 这个是第1个是用那个函数部分 来做这个编号 那第2个部分就是说我要自动编号 那自动编号呢 假设我用VBA来做的话 基本上我必须要先把这个visualbasic环境先叫出来 第2个的话在这个module里面 模组里面呢 插入一个什么插入一个副程式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程序 插入一个程序名称叫自动编号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他自动产生 就是说呢去判断说 从第2列 所以我这边跑一个回圈for i等于2到多少呢 range b2 b2指的是这个储存 这个储存格 他往下用那个end向下 自动会判断说呢 他最后一列在哪里 那会取得一个 范围从第2列一直跑到什么呢 最后一列 然后里面要做哪些事呢 第1个 这一行呢主要是什么 这是我们用聚集录下来的 就是说呢 如何把里面的字 因为要先把它变成文字 否则的话你直接输入 输入什么呢 输入这个 000开头的话 他会把你的000给去掉 所以第1个就是说我们先怎么样 让这个sale 这个sale是这个储存格 i的话就变数 第几列 那a的话呢就是a蓝 也就是说呢这个 变数会更改 然后呢先把第2列这个储存格里面的 这个格式 有点像你右键 储存格式把它改成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